他就是老闆人 對,是本來人工孵化 是已經人工孵化了 對,這個都是人工孵化的 包括我們最近在研發單科生蠔是一樣的 哦,人工孵化 請問你是學這方面還慘的嗎? 不是 老闆是針戒蟲 只要用心 你花了多久時間 從野生到研發 大概天前後大概 大概三年左右 三年? 從第一年失敗,然後慢慢慢慢的可以 可以量產規格的話 大概三年 可是你那生產過程 生產過程不會有病變 病變之類的嗎? 所以這個養殖環境要自己去營造 怎麼樣讓他跟大自然 跟環境更推進 然後復活他的生態的話 所以你有會加一些藥之類的嗎? 如果加藥就沒有辦法說 能來很...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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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環境推進 這個不可以用藥 貝類...貝類基金戶沒有在用藥 用藥會怎麼樣? 就沒有在用藥 用藥的話大概是因為 五種苗他就會死掉 那他就是要乾淨的水就對了 不一定要乾淨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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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他周遭的環境要很配 要哪些...要哪些條件啊? 譬如說...魚蝦蟹背啊 整個生態啊 還有他...跟他養殖 他早期...他這個叫紅樹鹹 他生產在紅樹林底下 所以你要營造他... 在外海生產的環境 齁...要整個他... 在魚蝦蟹背的話 都起了一個坪 你才有辦法 這個從五到五 這個大概要六年 整個六年... 所以整個六年的話 你要靠...要靠... 要...要人工介紹的話 是不夠的 一定要...要... 要...符合...符合他的生態 所以你才不用去... 科學去照顧他喔 這樣才有辦法 六年很漫長 都還不能有任何的災害 對啊...對... 有時候溝通不良的話 他會死給你了 這個是最大...最大...最大的影憂 所以你如果整個在養殖 產生病變 你要用藥物去... 去控制他 那隻雞雞物是不可能的 是... 所以你是要人工去受... 受精嗎 這樣子 是...是... 就一顆一顆 是...好幾顆啦 一顆一顆不夠 嗯... 有的他不生了 有的他...他身體不舒服了 所以要...還是要人海戰術 他還是要移... 因為我不太了解他的生產 他是... 人工...比如說公跟母 然後你幫他... 是...公交... 他... 營造一個燈光煤氣氛家的環境 他...是溫度啦 溫度啦... 鹹度啦... 還有那一些... 那個... 透明度啦 還有他習慣的額料啦 還有一些... 一些外加的一些... 氣泡蠕動啦... 等等...等等... 要去營造他的生產環境啦 嗯... 嗯... 所以他就會... 一顆可以... 他...他產卵的時候是很多嗎 是... 是...一公可以配多母 哦... 所以他... 我是說產卵的時候... 是... 是... 可以到多少 是...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多少量 一支可以產幾個卵 就要看你要... 一劑大概要... 多少的量 還有你的... 呼化池裡面的一些... 大概有幾公噸的水 嗯... 還有你在... 戶外的一些養殖池 你大概要... 有多少 你... 你... 弄個幾分地... 幾假地... 你要... 戶化個幾個億出來的話 那... 你就沒有辦法去容納了 那整個... 整個... 整個... 環境生態都會破壞掉了 所以這個... 這個養殖一定是要... 不和它的生態啊... 目前瑪梓克的養殖是有... 大概有三個物種 因為這兩種都是底漆型的 旁邊上面的話 還有一種叫做... 單胃生蠔 把它用... 是不是要這種三種貝類 這三種貝類要... 要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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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搭配在一起 嗯... 而且數量要把它搭配 三種貝類哪... 三種... 就... 這三種... 這是什麼? 就是單顆生蠔 這種是... 它是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這樣... 這樣歷史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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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是... 比較沒有什麼挑剔 那這兩種的話... 尤其是這一種... 它比較貴氣 嗯... 它的額料的話... 比較會細膩一點 那這一種的話... 比較粗一點的額料的話... 它還是... 可以接受 所以一池裡面通常都會有這三種... 然後從底部的... 不是通常嘛... 去... 去... 去人工... 這個是... 另外一個層次... 這個層次... 這個層次... 又種苗... 種苗... 移到外面來養殖...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你們要買種苗還是連種苗都自己... 結果... 就連種苗一直呼啊... 到養殖... 到包裝設計... 行銷... 美食... 我是... 那請問你是... 原來是... 怎麼樣的背景... 可以在三年之內... 就有這麼大的成就... 啊... 靠爸... 我老爸是養殖... 之前養蠻... 對...養蠻... 養蝦... 然後我自己在... 稍微... 觀念啦... 整個改變一下... 其實整個養殖的過程... 好創新... 都是要改變啦... 像這種是改變啦... 一般你們看到... 這種單科... 一串的... 然後一...一坨... 把單科歪七... 扭八了... 又扁又長... 啊...這個你把它... 幾乎都是可以客製化形狀... 每一顆都是扇背... 就半夜型...扇型的... 這個是... 呃... 觀念... 觀念上要... 腦袋瓜要很... 要稍微改變一下... 你是看到國外都是這樣單科的... 所以你才做單科還是... 就不用看國外了... 好... 一個生態的話... 整個海岸的養殖過程... 不一定都是一坨一坨的... 還有一些漏網之魚... 在別的地方互找... 在別的地方你跨進到它... 你可以想想看嘛... 這樣... 在密集度... 養殖出來的那種... 那種生態是這種形狀... 那這種... 這種... 這種單科獨立的... 欸... 它也可以一樣在這個... 海岸線生存... 嗯... 你可以去... 射身捨立去想一想... 不一定要... 它本來又衍生... 然後再把它變成是癢... 對... 對... 那個殼吃掉之後... 會不會再使用... 殼吃掉之後... 再... 再放進去... 再... 它會再... 住進去嗎... 住進去... 對啊... 這個不是住不住的問題... 對... 這個都是護肘... 這個是有在使用... 看使用在什麼地方嘛... 這個大部分目前都是在... 斷砂嘛... 這個斷砂以後就變成一個清潔器... 還有是免添加器... 那你看到的是... 那是傳統... 一般這個... 沒有... 就地器材... 比較方便... 所以就把它拿去護肘... 拿去... 給... 外海的種苗去護肘到它... 算好一定要護肘這種東西啦... 在石頭啦... 往事啦... 齁... 哪怕你自己鑽久的一種... 搞不好都可以複雜在你那個... 生理上面... 是... 是這樣啦... 所以你們吃完的那個殼... 那個貝殼是放到哪去啊... 就是... 就是... 就你們來DIY的話也是一種用途啊... 焦水也是一種用途啊... 變成我們... 那邊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半手禮啊... 有些清潔劑啊... 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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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種氧化鈣... 然後讓你去... 洗一些蔬果啦... 還有一些... 公司行哈... 那個... 那一些... 大飯店的一些... 粗網的清洗... 清洗消果... 很多種用途啊... 我們台灣有... 那個... 水產實驗所... 你們有... 跟他們有什麼任何的交流嗎... 嗯... 我們這種小樓樓... 怎麼在跟他交流啊... 哈哈... 沒有反倒... 所以... 你可以想想看... 壯壯的... 兩個都很壯... 跟我一樣... 很壯的... 你發現這三個養在一起... 剛好就是... 三個都很壯... 對對對... 那會不會打架啊... 打架是不會的... 不過會...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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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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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瘋 då... 就br Där... 會... 會... 你說... capturing событи... Tai... 可能... 這個... 收太多... 這個太少... 啊... 提nesday... 他說...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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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 Россий... 亞... 這三種物種,要是產生平衡的話,整個生態池裡面的樣子,那個水啊,就會變成很乾淨,清澈見譜 很柔軟的水,水也很簡單 有時候因為它也沒有辦法顯著性 只不過在我們玉典市區春冬這個季節裡面,在台灣的話,它都會死 大概十度以上到三十五六度以下 所以夏天就要注意太高嗎? 是要注意的,要去調華貝湯的屋頂,水位,還有它一些海水的透明度 你們問得很細啊,你們從來這邊來 難得有機會跟你們見面 我們從台北來 夏天的颱風跟冬天的東北季風,溫度驟降有沒有關係? 這個一定會的 像夏天的話,它的水溫,雖然風影到它水溫比較多 冬天的話,冬北季風的話,季季風等於是一種比較乾燥的風 一乾燥的話,養殖水裡面的水會蒸發,淡水會被蒸發掉 所以那個水會被你濕死 那怎麼辦? 看著它 不用了解這麼多 這個讓我來煩惱就好 這邊有沒有鳥會一群鳥下來吃? 那你怎麼對付那些鳥? 用鞭炮嗎? 鳥啊? 可以共存 好